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次我的提问不过是最简单不过的一个问题了 顾小满 你明白吗? 周教授 我明白 我已经会背了 是吗?你倒是背得挺快啊 那今天你可以上台画一下解剖图吗? 上一秒还说不是针对 下一秒就压制自己的针对 段数太高了 我想马上这是惹了什么人啊 周教授 左岸 我希望你也能够明白 我提的问题并没有朝纲 而且你说我不对 你作为一个学生 在课堂上屡次顶撞老师 你觉得这样做对吗? 我相信你的父母 也不愿意看到你这个样子吧 左岸 周教授 我想我应该能画出来的 我已经画了两个晚上了 我现在就找到你了 我现在的练习 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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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次想要好 你吃吧 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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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设计 我设计 我画完了 好 你可以下去了 这次 顾小满做得不错 不过我提醒大家 你们一定要放平心态 不要沾沾自喜 画解剖图 不过是基础中的基础 能不能顺利毕业 当上医生 后面的路还很长 这也是我对你们 每一个人的寄望和鞭策 来了 怎么 今天愿意过来了 之前都不愿意见我 连饭都不肯跟我吃 进来说吧 啊 坐下 布勒 我这次来找您 是希望您以后 不要再故意打击顾小满 您随随便便的一句话 就会对她造成很大的影响 她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实在是不容易 我希望您不要拿她的学业和前途 来做我们之间的筹码 好啊 那你跟她分手 我马上回美国 妈 既然你叫我一声妈妈 就知道我不会害你 儿子 我这是一些事情 都是为了你好 你确定是为我好吗 你确定不是在逼我吗 儿子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之前 你都不会顶撞我 可你现在 都学会对我发火了 难道这一切 都是顾小满叫你做的吗 妈 你根本一点都不了解我 我这些年来 唯一的快乐就是顾小满 可您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好 为我好 你真的是为我好吗 还是把我当成您熟悉的工具 你不要这样 没有人怪你 别管我 我自己不能原谅我自己 你知道吗 其实那天 安心令我更近一些 可我却没有管他 我是选择救了咱们的孩子 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 我就是做了这样的事情 我作为一个医生 他们的姓名交给了我 我一个救人的人 可我却杀人 我真的杀人了 以后这医生我再做不了了 留下来好吗 别管我 对 儿子 这些你早知道了 是吗 你能听妈解释吗 妈 你不要再解释了 如果我们都知道 当初会是这个结果的话 我宁愿你救的不是我 它的好 好 臭 乱 yas motif 好 包包 怎么了 我安和姐姐就进河里了 什么 童安 童安 阿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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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行的 我还行的 阿絮 快 快 你快 你快 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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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满 昨晚跟你在一起吗 我有点担心她 阿姨 您先别着急 我再找找 菩萨 你怎么回事 我没关系 左阿 左阿 你在吗 到底会去哪儿啊 他到底会去哪儿啊 你也不在家 你这两天都在家 那你妈妈来找你 为什么不开门啊 你知道不知道 他有多担心你 我就是不想见他 左阿 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任性了 对 我就是很任性 抱抱 左阿 左阿 你能不能不要和妈妈吵架了 我为什么不能和他生气啊 那你小时候还经常惹你妈妈生气呢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啊 我在我家阳台上能看到 而且你家大门偶尔也开着 你这个人 你从那么小就开始暗中观察我了 那都是顺便看到的 等一下 以前夏天 我妈都会让我 在院子里洗澡 你不会连那个都看到了吧 没有啊 你 你肯定看不到了 你还说 你这个家里 你不 你不 讨厌 痛看我洗澡 我许臉 还说没有是吧 你说没有 你说没有 你肯定加油 你肯定加油 请进吧 坐吧 谢谢你啊 小满 小岸给我回信息了 周教授 不是 阿姨 我来只是想请求您 能不能再体谅一下作案 对她再好一点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在指责我对小岸不好吗 我告诉你 布小满 我和我儿子之间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最大的分歧就是你 只要你离开她 我们一切都会回到正轨的 阿姨 看来您一点都不在乎左岸啊 你们之前之所以没有任何问题 那是因为左岸从来有什么事 她都不会主动去说 我和左岸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同学 她在我眼里一直都很奇怪 她为什么从来都不和同学一起玩 她为什么永远都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她为什么每一次遇到事情都逼自己做到最好 认识您以后 我大概猜到了 她是不想让您失望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左岸能够快乐 她也说过我能够给她带来快乐 不管我有没有那么重要 我都信了 所以为了不要让她失望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她 只要她需要我 我就会一直在 告辞 今天我终于明白 小岸为什么会选择顾小满了 妈 小满去找关键的话 说实话 顾小满这女孩确实不错 不过 仅仅是不错而已 远远成不上优秀 妈 儿子 妈觉得她真的配不上你 你听我把话说完 她跟我说 她想让你快乐 这句话确实打动了我 这么多年 妈确实忽略了快乐在你生活中的意义 那件事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 这件事上 我这个做母亲的 的确存在实质的责任 妈 您别这么说 我那天的话 其实并不是要埋怨你 可你一直存有芥笛 不是吗 我这些年一直都在想 如果 您当初不去美国的话 也许事情不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也许吧 人这一辈子 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过去的事情 我也不想做过多的解释 妈只是想让你知道 你和顾小满确实不般配 但她是你选择的 妈也会尊重你的意思 真的 但是安宁那边 你要考虑清楚了 在妈的心里 我一直希望你能和安宁走到一起 我去过她家了 她的情绪非常的不好 这一点也不利于她的康复 毕竟 她是因为你才出的事 所以啊 妈不反对你和顾小满谈内爱 但是安宁那边 妈希望 你能妥善地处理好跟她的关系 明白吗 嗯 那妈 您想让我怎么做 我不想做轮椅 我也不想做附近 只要我一句站不起来 好了 我自己都不在乎 你不要管啊 你妈妈还好吗 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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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去做复健吧 走 好吧 听话 好 来 来 来 慢点 慢点 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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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请 慢点 他这个腿一定要请 一定要请 好 好 好 一定要请 好 好 慢点 我会一直照顾你的 直到你痊愈 慢点 走吧 小满 你是感冒了吗 没有吧 可能谁念叨我呢 哦 鲜花配美人 小满 怎么才一朵啊 你们家六子上次送了十一朵呢 还有徐东 虽然胆小也送了三十三朵呢 还有隔壁般的 哎哎哎 怎么那么多男人眼下喜欢上你啊 哎 哎 哎 那个不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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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满 嗯 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呀 我看书呢 我的意思是 你平常 不都是和左岸 去图书馆吗 哎 最近 你们俩的约会 好像变少了啊 左岸 他最近有点事 所以我也懒得一个人 去图书馆了呀 你没问他什么事吗 没有问啊 那有什么事啊 你怎么能读过你呢 你干嘛呀 丽娜 我也有很多事啊 我还有很多书没看呢 我 就是 有点怀念你们恋爱的酸臭味了 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 再臭味一点 干嘛呀 说的我都想上厕所了 有点 何必须 混音 好了 我自己可以上去的 今天 去学校这么一趟 绝对还是学校好 我想回去上课了 那你可以接送我嗎? 我開玩笑的 你看你的表情 我知道顧小馬會吃醋的嘛 反正我這腿也好得差不多了 我可以自己來回商科的 我送你 真的? 不怕他生氣啊? 我會提前告訴他的 好吧 我扶你上去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 你快先回去吧 快點 你說什麼? 你要接送孫安寧上下課? 感冒了 你真的要送他上下課? 他要上課,他幹嘛不自己來? 為什麼要讓你送啊? 孫安寧的腿是因為我受傷的 我答應他 在他康復之前 多照顧一下他 你不高興了? 我不送了 好吧 別生氣了 所以 這就是你媽 同意咱倆談戀愛的交換條件嗎? 我媽怎麼想的 其實我心裡很清楚 你知道呀 她雖說 表面答應我們兩個人在一起 但其實 還希望我和孫安寧 有更多的接觸機會 她希望我們兩個能在一起 你還是挺清楚的嗎? 學霸又不是白當的 那你既然知道她是怎麼想的 你為什麼還要答應啊? 因為我相信 我們兩個人的愛情 能盡得起考驗啊 真的盡得起考驗嗎? 你不相信嗎? 我 好了 傻丫頭 你相信嗎? 嗯 去買藥去 你? 這些科學是怎樣呢? 我們十分好 什麼情況? 偶像滿這麼快的座愛 林丹丹,你別胡說 大家請不要誤會 我的腿很傷了 昨天只是出於朋友的道義 幫了我而已 你不认识她们两个这样 没事 祖安跟我抱我背功了 他们俩是唇有义 祖安 我最近落下的功课有点多 你可不可以陪我坐在第一排 这样我有不会的地方 我还可以问一下你 小满 你介意吗 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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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来 我今天啊 知道什么叫做左右逢源了 不是左右右抱吗 那可能是左思右想 左右为难吗 你们的成语挺好的 那有没有听过七嘴八舌 班农是非呢 我看呀 她欺负我 你别说话了 安宁 你落下的功课 放学之后我再帮你讲解 我已经答应过小满 陪她一起上课 抱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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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就自己回去吧 你陪小马去吃饭吧 那怎么行啊 你一个人回去路上 万一出意外怎么办 我这不是 怕你担心吗 不会啦 那太好了 那我就把左安借走了 走吧 阿宁 我和小马送你 好啊 好啊 那一起吧 走吧 白痴 别话啦 够美啦 以后你们家沈沈阳会陪你上课吗 是他自己说的一刻都不想和我分开 我有什么办法 行了 你们先进去吧 行行 嗯 如果我是你 我才不会让沈沈阳陪我来一起上课的 你什么意思 你怎么能确定 他是真的来陪你上课啊 还是为了刺激另外一个人呢 孙安妮啊 你自己被抢走了作案 成了笑柄 现在还好意思在我面前说风亮话 我就是好心提醒你 不过呢 有自信是很好 不要自信欺人 陈阳 我们下午去哪儿玩啊 你回去吧 要不 我们去兜风吧 这次我来看 我看得还挺好的 我说让你回去 陈阳 你怎么越来越烦了 以后别再来了 沈沈阳 你到底有没有当我是你女朋友 林娜娜 你第一天认识我呀 在这个学校 只要是好看的女孩子 都可以是我女朋友 或者叫一起玩耍的朋友 但也仅止于此 谁也不能要求我做些什么 那顾小满呢 顾小满就是顾小满 你根本就没有忘记过她 你和我在一起 只不过想刺激她是吧 怎么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原来你不知道啊 在我后会以前 赶紧走 沈沈阳 你真的很可怜 你想利用我刺激顾小满 但她只不过当你是个透明的 你还跑到人家家里去当保姆 别人要赶紧走 你只能装要死不去同情 才能留下来 你说什么 我看了顾小满的日记 这是顾小满的日记本 是你 你给我 你给我 你拿到人又能怎么样 这里边通篇都是左岸的名字 你只不过出现了一两次 顾小满写过我 就要你就高兴了 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神经病 有家不回 天天跟猪带在这个破房子里 我总算可以宣布 是我林娜娜把你沈尘阳给甩了 或许你可以真的考虑得个绝症死一死 这样你的顾小满 就会有生有世的不会忘记你 快到出息了 我提醒沈尘阳应该回家过年 沈尘阳竟然装作快要死了又来着不走 我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被他骗了 一定是他 那一刻的眼神演技太好了 顾小满 你知不知道这很有可能 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个纯洁了 你别说的你自己好像明天就要死了一样 可是每个人都会死的呀 今天沈尘阳回家了 临走的时候又说了奇怪的话 虽然我知道 她活蹦乱跳的只是稀多 但心里总感觉怪怪的 有人说坏预感就像感冒说来就来 我真的有点开始担心她 来个离别的拥抱 怎么样 不 郭小满 谢谢你陪我度过了一个最难忘的春节 我大概 没有遗憾 白痴 原来你也会担心我 我真的好想你 你说傻呀 自己的男朋友当然要看紧一点了 我告诉你啊 惦记左岸的可不止算您一个 王不是王道 我才不怕呢 我要是这点自信都没有 我还敢跟左岸谈恋爱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你才胖你胖你胖你胖 你胖你胖 这不是沈大少爷的女朋友吗 对了 今天沈尘阳来上课了吗 好像没有 哦 小满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看我笑话吗 你别做梦了 我和沈尘阳是分手了 不过是我把她给甩了 你 你们分手了 是 现在你满意了吧 沈尘阳欺骗我的感情 你玩弄她的感情 你们俩都令你做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我破坏了你们吗 难道不是吗 小满 你别理他 大家都知道沈尘阳迟早给她甩了 她现在就来赖你 就是给自己挽尊呢 我说了是我把她给甩了 那你甩着你这么气急败坏的干什么 顾小满 这笔让我记下了 你给我好好等着 我真的是因为我爸 你还真是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沈尘阳追你的事全校都知道 林娜她当然也知道了 就算是沈尘阳心里还忘不了你 那也是林娜她自己贴上去的 你以后没做什么 她凭什么来怪你 对啊 这种人说的话鬼才信呢 可是我进去 然后是 pakai冰箱 好 非常结历 好啊 走 我真的有事 我真的受不了了 小马 你是一个有男朋友的人 春天跟我们在一起吃饭算什么 你男朋友呢 他就 又去盘思洞了吧 盘思洞 都多少天了 苏安宁的腿就那么金贵 还没好 你现在马上就给左安打电话 让他妈溜回来陪你吃饭 没事 左安都向我报备过了 你们俩就别瞎操心了 我相信他 你心可真大 最好还是打一个吧 谁知道苏安宁又按的什么心啊 你别管他按的什么心 左安是我的就是我的 谁抢左 万事皆有可能 你别掉以轻心 你不打我打 喂 左安 你在哪儿 小马手机没电了 让我告诉你 一会儿一起去池塘吃饭 我送安宁回家 你告诉他 我一会儿去找他 那你快点啊 小马就在教学楼门口等你呢 嗯 我知道了 顾小马吗 嗯 安宁 你先休息一下 我先走了 我爸说想留你一起吃晚饭呢 谢谢你这么多天一直照顾我 不了 哦 我 我拉下了一些功课没有学 你帮我补习一下吧 功课等回去校我再教你 走了 你就这么不想和我多待一秒吗 在我家多待一分钟 都陪我一会儿都不可以吗 你别误会 我知道 是你妈妈说让你接送我的吗 你才肯同意的 如果阿姨不这么要求的话 你还会每天接我送我吗 嗯 那如果说我愿意去当 酸心的替代品呢 我们能回到从前那样吗 我不是想要破坏你和小马 我只是希望 门口像以前那样 你每天可以多陪我一会儿 多陪我待一小时 半小时也行 可以吗 或者这样 就按你说的 是哥哥对妹妹的那种陪伴 这样可以吧 你真的这么想她 不然呢 你都跟她在一起了 你会离开她吗 不会 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古小马 我先走了 姑娘们 我这辈子都不会